我祝福到神经的主义 名字幕志愿者 是以播种者 载种者 交流者 分配者 警告你们的事却是真实的 却是要发生的 有诡道的主天们是 你们却是各执意说的 原被阻泄者将被阻泄而不能达到他 愿常常说谎者被拒绝 他们沉浸在愚昧之中 他们是轰溃的 他们问你报应日是什么 那是他们在火行上受刑之日 你们尝试你们的行法吧 这就是你们要求早日实现的 敬畏的人们必定在许多乐园中 在许多云群旁 接受他们的主所赏赐的 他们在身前却是行善的 他们在夜间只消消睡一下 他们在黎明时向主求饶 他们的财产中 有乞丐和平民的权利 在大地上对于都心的人们 大地上有许多迹象 在你们自身中也有许多迹象 难道你们看不见吗 在天上有你们的吉养 也有应许你们的上法 以天地的主门事 这却是真实的 犹如你们能说话一样 关于伊布拉辛的受优待的宾客的故事 已来临你了吗 当时他们进去见他 他们说祝你平安 他说祝你们平安 他想这些事深刻 于是他悄悄地走到他的家属里来 拿了一口肥嫩的羊肚 他把那羊肚送到客人面前说 你们怎么不吃呢 他为他们而心怀恐惧 他们说你不要恐惧 他们以一个有学识的儿童向他报信 他的女人便喊叫着走来 他打自己的脸 说我是一个不能生育的老夫人 他们说你的主是这样说的 他却是智瑞的 却是全知的 他说主位使者 你们有什么差事呢 他们说我们却以奋命去惩治一群犯罪的民众 我们将因毁灭他们 而降下粘土变成的石头 这是从你的主那里 为过分者而发出的 我把城里所有的信誓 都救了出来 我在城里只发现一家归顺者 我曾在城里留下一种迹象 以便畏惧痛苦的刑法的人们 作为借鉴 在摩萨的故事里 也有一种迹象 当时我曾派他 带着一件名镇去见法老 但法老因有势力 故背弃摩萨 他说这是一个术士 或是一个芬人 所以我宠治他和他的军队 而将他们投入海中 他是受责备的 在阿德人的故事里 也有一种迹象 当时我曾是无意地 爆分去毁灭他们 凡金那爆分催过的东西 无一不变成破碎的 在这么多人的故事里 也有一种迹象 当时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暂时享受吧 他们在违抗他们的主的命令 故积累西 积累他们 当时你们眼见惩罚将领 他们未能站起 他们也未能自慰 以前我毁灭了 努哈的宗族 他们却是悖逆的民众 天我曾以全力创造它 我确实大能的 第一 我曾铺张它 美在铺张着 我将每种物造成 配偶 以便你们觉悟 你说 你们应当逃归真主 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 坦率的警告者 你们不要以别的神灵 与真主同受崇拜 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 坦率的警告者 他们以前的各民族也这样 没有一个使者来临 他们就说 他是一个术士 或是一个疯人 难道他们曾以此话 互相嘱托吗 不然 他们都是悖逆的民众 您当退避他们 你绝不是受责备的 您当教会众人 因为教会对于信誓们说 确实有益的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 只为要他们崇拜我 我不望他们的攻击 也不望他们的奉养 真主确实是攻击万物的 确实有权利的 确实坚定的 不欲的人们 和他们的朋友一样 必得一份刑罚 所以叫他们不要催促我 三宅不信道的人们 当他们被警告的日子 来临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